11月13日芯片巨头AMD宣布 全球裁员4%约1000人 AMD员工总数约26000人 AMD没有透露具体要裁减哪些团队 AMD表示裁员并不意味着公司陷入财务困境 而是将资源重新集中到利润率更高的产品上 此举旨在加速其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战略 该公司在声明中表示 作为将资源与最大增长机会相匹配的一部分 该公司正在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 在今年第三季度 AMD营收为68.19亿美元 同比增长18% 其中数据中心业务营收35.49亿美元 同比增长122% 连续第二个季度销售额翻番 AMD一直在大力研发AI芯片 它被视为最接近英伟达的竞争对手 过去几年 英伟达一直占据榜首 AMD居于第二 EF3 5 200 200 300 200 200 20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